十二还是三十二节啊 说到主如何释放人脱离 这个也有可能 回答人家 好 这个 约翰八章十二节和三十二节 主如何使人脱离罪的奴隶 首先这里的罪 它不仅仅是客观外面的过犯 而是在我们里面非常主观性情里的罪 三代的轨迹它不但使我们做错事 并且它把它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 这个罪不是再是在我们身外 而是人味化的注在我们的里面 甚至罪成了我们自己是在我们的性情里 所以性情以外的东西 不能帮助我们对付我们性情里的罪 我们需要一个更刚强的豐富更高超的生命 进入我们里面释放我们脱离罪的奴隶 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能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对抗我们的奴隶 就是主这个伟大的我是 在八章的事例里面描述御法的宗教 它没有办法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 但是主这个伟大的我是 祂成为人子 祂为蛇所毒害 为着为蛇所毒害的人 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祂担当我们的罪 祂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光 阿们 圆堂八章十二节 于是耶稣又对证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阿们 主耶稣是如何释放我们脱离罪 祂乃是进入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光阿们 当我们接受祂 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照耀 祂能做逐渐的而且自然的释放我们 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完成这个需要时间 弟兄在这里用脾气做例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脾气 这个脾气就是我们性情 这个蛇性的一个表现 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常常看起来就像魔鬼一样 他一直会困扰着我们 但是当主耶稣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照耀 祂越照耀我们就越从你的脾气得着释放 我做一个见证 有一次我问一个事情非常生气 那很久都没有办法 主耶稣说 后来我刚好有件事情 就从我家的一楼要走到二楼 那那个楼梯旁边就有一个窗户 这时候学校太阳要下山了 那个太阳光照进来 当我看到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我里面就鼓呼出一句话 不要含怒到日落 我突然被点醒珠 是啊 太阳都已经要下山了 我还在生气啊 哦 感谢主 这个就是主示范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的路 不信的人呢 他们越发脾气越有可怕的 但是我们有追求的基督徒 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 主就像那个属天的雷射线 就会削杀我们里面那个脾气的蛇性 再来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必认识真理 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 主释放我们脱离罪 不只是借着生命之光的照耀 也是借着那个做实际真理的子 这里这个真理就是一章十四节的那个实际 这个不是道理 这个乃是神 那个神圣的实际 也就是主自己进入我们里面 他那个神圣的元素 在我们里面实化 他把神圣的实际呢 分次到我们里面 阿们 这个就好像 这个医生 用那个药物用处方来治疗我们血液的疾病 我们知道这个血液的疾病是很难根除的 他需要一些的药物 药物一面呢 会杀除里面的病菌 那一面 也把一些积极的元素呢 就加到身体的里面 这个积极的元素就把营养供应给身体的组织 最终呢这个疾病就会被吞灭 这个就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 使得呢 这个新陈代谢 我们里面老旧的元素就被排除 被新的元素所抵替 所以我们不必像 罗马六章那里算自己是死的 因为那个是不灵的 我们需要主这个神圣的生命 进入我们里面 做造药的光 这个神圣的元素呢 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做工 这个就是主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的路 阿们